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示不会改变货币刺激政策 安全避风港日元上涨 位居涨跌表最顶部 新西兰元交易大多走高 紧随其后的是另一商品货币 澳元 瑞朗交易接近欧元 受到昨天欧央行降息的影响 但今天已经恢复了大部分亏损 英镑仅略高出一对北美货币 它们有着相似的下跌 美国就业数据 加拿大国内就业报告和艾维采购经理人指数均感到失望 美元难移 在结束本报告之前 再来看一下长期图表 澳元瑞朗有最大单周上涨 上涨接近2% 英镑澳元有类似下跌 为最悲观货币队 澳元瑞朗有最大月涨幅 上涨接近3% 英镑澳元有最大下跌 红色部分显示为3.65% 以上内容为本周五的实力派 周一继续为您带来货币市场的相关动态 周末愉快 再见